大家好,这里是一览无鱼,于姐今天带您讨论蔡天凤案件,遇害案发展至今,不少人都觉得,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前夫一家想要保住房产和钱财行凶的。 然而,就在这尘埃落地之时,首犯蔡天凤的前公共矿球,不仅不配合调查,反而通过律师助理,谈话蔡天凤,现任婆家,我希望谭老爷子,谭泽君,可以帮我付律师费,什么,将人家儿媳妇碎尸烹煮,拒不认罪也就算了,还让对方帮忙付钱,表面看起来,矿球态度嚣张,似乎在挑衅法律。 可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对现任一家的隐秽威胁,再不救我,我就拉你们一起下水。 按照之前的思路,前夫一家想要保住房产,儿媳死后房产肯定是归他前夫,何况房子写的是公共的名字,市值七千万,正所谓死无对证了。 所以那家人想想坐几年牢,就能赚七千万,而且公共懒罪后,孩子爸爸判不了几年,有钱了还能拿到孩子抚养权, 真是一本万利,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从媒体的最新爆料上来看,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的简单,毕竟为了钱,可以有太多的方式和方法。 退一步来说,起码也不用自己亲自动手吧,简单说,这件事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地方。 而且矿球语气中,颇有一种手握谭家把柄的意思,矿球反常的行为,以及案件中的种种疑点,引来了港媒的注意,于是矿球与蔡天凤先任谭家的关系,也被深挖了出来。 最有可能的一点就是,矿,前夫家,谭,现任老公家,蔡,蔡天凤家,他们三家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利益结构,所谓的利益结构就是他们是从事洗钱的工作。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蔡天凤跟现任Chris在一起之后,还提供给前夫家老老小小这些所有金元,都是有目的的。 据蔡天凤妈妈透露,蔡天凤和前任矿岗志,以及现任Chris三人是中学同学,也就是说青春期时三个人就已经结识,矿岗志家境一般,有个哥哥叫矿岗杰,父亲矿球曾是刑侦科警长,但后来因涉嫌QJ丢了工作, 而蔡天凤母亲是海南文昌人,早前嫁到香港,与第一任丈夫生下蔡天凤,与第二任丈夫又生下两个女儿,因此蔡天凤与现在的两个妹妹是同母一父的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蔡天凤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年纪轻轻就步入社会,并于18岁时,嫁给了矿岗志,还生下了一儿一女,从2013年5月12日结婚当年, 到2015年1月14日,矿岗志通过社交软件,交往了四名男朋友,以恋爱的名义,将他们约到线下发生亲密关系,取得信任后共诈骗到500万黄金首饰,由此可见,矿岗志不务正业是其一,性取向成迷是其二, 所以,蔡天凤在嫁给Chris之前,并不能称得上是名媛,在模特圈内名气不大,手头也不宽裕,和矿岗志住的房子也就是老破晓的水平 2015年,蔡天凤与矿岗志离婚,一年后嫁给了青梅竹马的Chris,Chris是,谭仔米线,的独生子,妥妥的豪门 按理说,谭家肯定不会同意儿子娶一个出身低微,离异且带两个孩子的女人,但没想到,谭家不但同意了,还和蔡天凤前公共一家,成为了好朋友 蔡天凤现任公婆,时常与前任公婆外出游玩,四人还拍了合照,看起来关系很是亲密 而且,矿岗志的哥哥矿岗杰,也经常参加Chris夫妇组织的聚会,神色一点都看不出尴尬 这不禁令人疑惑,为什么谭家不反对儿媳,无偿资助前任一家,蔡天凤已经得到双方父母祝福 为什么不跟Chris领证,难道两人真的是合约夫妻 随后,港媒在调查走访后发现,蔡天凤曾花4500万,从婆婆手中买走了一套豪宅 后来又花了6700万买了另一处豪宅,挂名在了钱公共矿球的名下 其实,实际出资人并不是蔡天凤,而是谭家 想想也是,蔡天凤事业上风生水起,但想要在短短几年内狂揽巨额财富 根本不可能,很有可能是谭家贾接他手,与矿家秘密进行经济往来 而这个猜想也不是空穴来风,矿家虽然无业又欠债 但在内地却注册了多家商贸公司,大股东是矿球,占股80% 小股东是前夫哥哥矿港节,占股20% 那么,这些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呢?极有可能是通过购入名牌包,奢侈平等物,帮助内地有钱人转移资金到香港 这也说明,矿家和谭家背地理,是深度合作的关系 说白了,就是矿家一直在替谭家洗钱 而蔡天凤,也许只是被两家人包装好,用来掩人耳目的,假名媛 不然,矿港制在被抓捕前,也不会带着哭腔质问Chris 你报警,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也许,蔡天凤本来就注定是利益之下的牺牲品,是被两方共同操控的 提现木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案件中的很多一团,都迎刃而解了 唯一让人疑惑的是,在这场阴谋中,蔡天凤的妈妈,到底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 从蔡母日常晒照中可以看出,她一直以大女儿蔡天凤为傲 称呼多是宝贝女儿,而对现任女婿,更是满意的不得了 两人在一起从不避嫌,蔡母还多次晒出与女婿的亲密合照 有亲吻脸颊的,有搂着脖子的,还有搂腰的,甚至还把兽搭在腿上的 评论区有网友说,女婿像楼老婆一样,蔡母竟然开心回复 谢谢,缘分就是这么奇妙的,感恩 而且,蔡天凤遇害后,家人前往凶案地点认识 明明蔡母的现任老公就在身边,她却数次因悲痛哭倒在女婿怀中 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由于香港没有死刑,也没有私刑 如果嫌疑人不肯开口的话,所有证据都需要警方自行搜寻 从媒体的分析上来看,蔡天凤案绝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本来已经很有钱了,想更有钱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亲自下手,貌似就说不过去了 当然了,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和卖楼有关 只不过挂名买楼卖楼很烦,以前未避税,挂在港人亲戚头上 很多问题,这事比较简单 杀人夺产,一查银行付款记录及前加工收入证明 法官应会派叶权还原给死者 但现在的问题是,究竟真相是什么? 大家只明白其中的一二吧 婚姻里最重要的是看人品素质 志同道合,三观均正 因此,恋爱时要头脑清醒 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 不然就有可能引狼入室 再有迁就也要有度 要懂得说不 一味的忍让会令对方得寸进尺 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女人可以不漂亮 但一定要做一个聪明睿智的人 在一起那么久都不清楚身边人的脾气秉性 不去及时止损 其实最终还是自己害了自己 对于蔡天凤来说 不论他是不是还和前夫藕断丝连 但如此下场真是让人无法释怀 只不过,对于香港警方来说 真相还是要去查清楚的 至于整个过程和结果究竟是怎么样 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下去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后您还有何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